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Super频道,我是Mini 昨天优衣库的19年春夏U系列新品刚刚上市了 然后我们就迫不及待的跑去店里面抢购了一番 因为在网站上有一些我的号已经都被抢轰了 所以我们赶快去店里看看,还好 我想买的一些款式,店里还都有号 所以今天第一时间就赶快跟大家录制这个视频 来跟大家推荐一些我特别喜欢的单品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首先就从我身上这件粉色小高龄纯棉卫衣开始吧 这件卫衣是我一眼就看中的 而且一上身就决定把它买下来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它集合了今年的这种流行色 也是今年U系列一个很特别的颜色 在很多单品中都会有这个颜色出现 另外这件卫衣它穿着感是非常舒适的 纯棉质地穿上以后会觉得非常的轻肤柔软 另外它的厚度适中 而且它里面还有这种毛巾一样的这种绒 所以穿上以后还是挺保暖的 像我觉得春天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里面穿一个衬衣 然后再穿一个这样的卫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因为它的款式我觉得很好的是 它在这个肩膀的部分是设计的比较宽松一些 尤其可以遮盖我们肩部或者是大臂这部分的坠肉 而它在这个袖口部分这样一个收紧的这样的裁剪 所以它在小臂的部分又是相对比较贴合我们的胳膊的 这样子看上去胳膊又长又细 同时又可以掩盖我们肩部和大臂的坠肉 所以穿上以后会显得身材比较好 因为是春夏款 所以我给它搭配了一件这样子优衣裤优系列的白色衬衣 再搭配一条这种水洗白的牛仔裤 再搭配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这样子看上去就会比较春天比较青春活力一些 那说到这件白衬衣呢其实是我一直在寻寻觅寻找的一件 那这次的U系列的这件白衬衣就符合了所有我对白衬衣的一个要求 首先它的这个领子设计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它这个领子呢它不是那种特别小的领子 会有一点长所以会显得比较活泼一些 另外也会显得我们的脸更小脖子的线条更好看 其次呢是它这个袖子的部分是比较宽松 而在腰的部分呢又是一个拆腰的设计 这样子穿上以后呢就会让我们立马受食金有没有 那它这个材质呢是这种相对厚实一些的唇面材质 所以穿上以后不会很透 另外呢它的颜色不是那种发光的荧光白 是相对比较柔和的一个板白色 所以穿上以后不会挑皮肤的颜色 即便是像我这样皮肤比较暗黄的人呢 穿上也不会觉得肤色不好 那为了给这件白衬衣增加一些层次感呢 我给它搭配了一件这样的绿色背心 那这件绿背心呢也是U系列今年的春夏新品 它同样是一个纯棉的材质 另外会有一些弹性 所以套在这样的白衬衣外边 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勒的感觉 穿上的舒适感也是蛮高的 它是这种比较大的盆领的设计 我觉得这种领子呢 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 它会显得我们的胸部相对丰满 也会显得我们的脖子线条更好看 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这样子的背心款式 那除了单穿呢 也可以给这个背心加一个开衫来穿 那它的绿法跟这个背心是一样的 在胸口的部分和袖子的部分呢 是有这样子一个花纹的设计的 除了这样长开穿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把它系起来 会显得我们的腰身更好看 而且我觉得这件开衫它的长短是刚刚好的 会显得我们的身材更好一些 模特罩呢是给这件真织衫呢 搭配了一条高腰的阔腿裤 但是那条阔腿裤呢 我觉得大多数人穿 可能会显得有一些长一些 所以我给它搭配了一个这样的散裙 我觉得这样子搭配 可能会显得更加的淑女 更加的柔美一些 那除了刚才那件黑色的开衫呢 我还买了两件同款的圆领真织衫 那这个款式呢 是我一直从摄像机的秋冬款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都特别喜欢的一个款式 它在这个腰部的部分呢 是很收紧的 所以这样子的款式会显得我们的腰线非常好看 也会显得我们的身材比例更好 另外呢 我觉得今年U系列 它在袖口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袖子的部分呢 跟刚才那件卫衣一样 有这样子很明显的一个收紧的一个织法 而且呢 它更夸张的是 它在这个袖口的部分会更长一些 所以会显得我们的小臂特别的纤细 那袖子的部分呢 同样是今年U系列这样宽松的处理 会有一点公主袖的感觉 穿上以后呢 会比较的甜美一些 另外呢 它是纯棉材质的 而且针脚比较密 所以看上去呢 就会特别的有质感 另外一个颜色呢 我是选了一个这样的奶茶色 当然它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但我觉得这个奶茶色 穿上以后特别特别的温柔 既适合春天穿 也适合秋冬来穿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件 特别值得入的单品 那其实这个款式的针脂衫呢 可以有更多的搭配 比如说这个绿色的呢 我就给它搭配了一个 这样子的白色短裙 在春夏穿也是非常合适的 会比较适合那些 活泼一些的女生 那利用这样袖子的设计呢 我还尝试了这样的叠穿方式 我觉得这样子呢 会显得更加的甜美 更加的活泼一些 它这个袖子呢 感觉像个公主袖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搭配呢 其实是很适合 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的 会显得身材比例很好 那接下来的这件针脂长裙呢 就是这个系列里边我最期待的一件 它是一个3D立体剪裁的设计 所以整个衣服呢 我们是看不到它有接缝的 而且它的设计呢 同样是秉承了这个系列 袖子的部分做得比较宽松 在腰部比较收紧这样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适合 我们亚洲女生来穿的 那这个款式呢 它的颜色一共有三个 一个是深蓝色 还有一个黑色 还有一个这样的绿色 模特罩呢 是穿了一件黑色的 当时并没有觉得很好看 但是看了优衣裤的宣传片 那个拍的真的是超纹衣 超级美 所以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试一下这件衣服 确实穿上以后没有让我失望 真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之前U系列的一些 就是针脂长裙 大家普遍反应呢 穿上以后会比较肥 然后看上去会觉得 身材比例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完全没有那些问题 因为它会显得我们的腰很细 而且同时也会显得我们的身材比例很好 当然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的去强调腰线呢 也可以给它加一个这样子金色的腰带 那它在织法上呢 跟刚才那两件针脂扇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强光下 大家是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点透的 所以在春夏你去穿的时候呢 如果有凉风吹来的话 你是可以感觉到阵阵凉风的 我觉得在相对热一点的时候来穿的话 是会很舒服的 另外它的这个裙摆呢 走起来也会很飘逸 就是特别春天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这件绿色的针脂长裙呢 还可以有更多风格的穿搭 比如说像这样绿色就可以搭配这种 大地色系的针脂衫 会显得更加的优雅有气质 那针脂长裙同样也可以尝试搭配这样的运动型卫衣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同样是U系列的粉色的一件卫衣 这样子的话呢 会有一个红色跟绿色的一个撞色 在腰部搭配了一个这样的腰包 然后用这个黑色来中和一下太跳痛的颜色 为了增加俏皮感呢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跟卫衣同色系的一个帽子 这样特别适合在初春的时候穿 所以针脂长裙不光是优雅的那种风格 同样也可以搭配出这样比较俏皮运动的风格 因为绿色跟牛仔色搭配其实也会非常的和谐 给它搭配了一个U系列今年男款的一个牛仔衣 那除了比较宽松的穿法呢 大家还可以利用这样的腰包来人为的制造一个腰线出来 牛仔衣的下摆呢 同时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A型的一个下摆 所以看上去就会更加的活泼更加的可爱一些 那今年的U系列牛仔衣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款式 女式的呢也有出这样水洗色的牛仔衣 男式的也有 那我这次是选择了一个男款的一个浅色的牛仔衣 因为这次的牛仔衣呢 款式上本身是比较短的 所以即便是我选择了一件男式的M号的牛仔衣 但是穿上长度也是刚好适中的 另外呢这种oversize的款式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的面料是比较柔软一些的 所以穿上以后是感觉是那种比较厚的衬衣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亲肤舒适 不会觉得很硬 即便是大家看我现在是光着胳膊穿的 然后穿上也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不会觉得哪个的慌啊什么的 另外一个呢 它的这个领子呢 跟今年U系列的衬衣是一样的款式 都是做的比较长比较尖一些的 这样的会显得我们的这个脖子的线条更好看 把它系上的时候呢 它也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领的设计 所以会显得我们的脸更小 会显得脖子更长一些 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自然而然的会翻开 形成一个类似于西装这样的领子 然后会显得我们的脖子的线条更好看一些 那每年U系列的T恤呢 都是大家热意度比较高的一个单品 那今年的T恤呢 除了经典款的款式之外呢 我还发现了一个宝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条纹的T恤 它的版型呢 是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 穿上以后休闲感会更强一些 另外呢 把衣服脱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见了 这个袖子呢 是一个中袖的设计 可以盖住我们整个的这个上臂的部分 而且它做的是非常宽的 会显得我们的胳膊非常的纤细 在腰身部分呢 它做的也是一个宽松的款式 会增加一个休闲感 把这个下摆拽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这样子短板宽松的款式 在侧面呢 它还会有一个这样的小开叉 就很有夏天的感觉 另外它的这个颜色搭配呢 是今年U系列春夏款的一个 比较经典的颜色 就是橘色配这样的粉色 会增加夏天的一个轻松感 那因为太喜欢这个条纹衫的款式 所以我又买了这款另外的一个配色 就是这个穿的墨绿色条纹 加细的橘粉色条纹这样子的装色设计 那因为这件的颜色相对比刚才那件深一些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在天气 稍微凉一点的时候穿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白色的高腰长裤 这样子的话可以显得我们的腰线更高一些 身材比例就会更好一点 如果你觉得刚才那件橘色的T恤 显得太活泼呢 其实就可以选择这个颜色搭配 会显得更加的稳重一些 那以上这些呢就是19年U系列 春夏系列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单品分享 希望我的穿搭呢也会给你提供一些灵感 那这一季的U系列呢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可穿性强 首先呢它从颜色上来看 那任何两个颜色单品搭配在一起都是很和谐的 另外它在款式设计上 领口袖子还有腰身都是很有特点的 在号码的选择上呢 我的身高是166体重是94到96斤这样 大家在刚才的视频当中 其实应该已经看到了 所有的单品我选择的基本都是XS买的 穿上以后呢都刚刚合身 相对于去年的秋冬款呢 我穿XS买还是会显得有一些肥 但是19年春夏款呢就会非常的合身 所以也希望在号码选择上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FUSUPER 在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站找到我们放飞自我带你飞 还有在微博和公众号我们会有更多有趣的分享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有什么话想说吗 好累啊 没有 我看你姿势把腰择着 没有 我的腰都快断了 今天真的搭配了太多事给大家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单品都有很多的可能的穿搭性 其实还有很多风格想要搭配件 但是今天真的太多了 我们的灯已经都好几块电池都没了 我们当时发誓你一个月都可以不重用 今天真的有20多事 所以大家差不多真的可以穿一个月了 除了在家人躺在床上看电视的那些日子 基本上穿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好了 现在已经非常累了 我跟罗拉要去吃饭了 我们快饿死了 拜拜 拜拜